为了储备过年期间的医疗用血 技嘉科技在农历年前举办了技嘉双料爱心捐血活动 在技嘉科技等三个地点设置了六部的捐血车 号召同仁和附近企业员工以及民众共同响应捐血 参与情况十分踊跃 全台血库闹血荒为了疏解缺血危机 以及储备过年期间的医疗用血 技嘉科技特别在农历年前举办技嘉双料爱心捐血活动 在技嘉科技与矽谷园区二旗等地点设置六部捐血车 号召同仁与附近的企业员工还有民众共同响应捐血活动 今年的长假高达十天 所以整个大台北地区又更要为春节期间的用血来做背血 所以我们也是想说捐血中心在春节前要背很多血 然后大家都忙也比较难让他们去在企业做一些捐血活动 不少技嘉员工趁着空档时间把握机会来到捐血车捐血 加上技嘉提前在附近的公司行号与店家广贴海报宣传 因此也有其他企业与附近住户前来响应 技嘉员工表示公司每年都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 只要到楼下就可以捐血相当方便 而且捐血可以帮助别人对自己也有益处 所以相当开心可以参与 因为平常就固定有在捐血 所以公司每三个月都会有捐血车来 所以固定只要来了就会来捐血 我觉得捐血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不但可以利他也可以利息这样子 由于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新年 技嘉科技也邀请了慈祭之工 来到现场挥好春联 画上可爱的兔子花卉等图案 再写上几项画 喜气洋洋的春联十分抢手 20位的书画志工在三个点 就是也写这个春联 然后跟这个捐血的人送给他们 祝福他们可以在这个兔年的时候 可以就是大家很平安 很喜乐也可以兔年行大运 为了感谢捐血人 技嘉科技也准备了丰富的赠品 其中更有与小农合作的有机密 期待可以为血库挹注血缘 同时也能够帮助小农 行销台湾农产品 记者成品这门期 新店采访报导